Lio聊四季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中國A隊 對決上瑞士A隊 這場比賽蠻特別的 兩邊都是A隊 應該算是兩個國家的頂尖對決 我覺得這場比賽也是值得一看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中國A隊 會怎麼來做一個進攻吧 我們來看一下紅色 紅色是保加利亞人 紅色是我們中國隊的隊員 看起來很像外國人 其實他是中國隊的隊員 保加利亞人團戰的話 發揮來說 比較算是偏向於銀壘推的部分 會比較強勢一點 再搭配自己的寶兵 做UU搭配進攻會比較好 前期也可以考慮點品種 跟兵工廠科技 去做升級 因為他的兵工廠科技是半價 所以保加利亞人的話 在外加來說還是比較算是 偏進攻型文明 經濟上來說會比較差一點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黃色 黃色的話是伯伯 伯伯的話應該是會出洛工 團戰只有洛工的選項 雖然他的馬舊單位 騎士、洛馬、駱駝都很便宜 但團戰的話洛工還是所選 所以還是要跟到城堡出來之後 才會比較有一個大動作 紫色的部分是選擇了中國 中國一開始村民比較多 一開始就有織布技術 所以在這個快攻來說 比較能看快 像什麼黑棒棒之類的 但是團戰來說不太可能會有黑棒棒這種東西 那中國後期團戰的話 比較偏向於奴炮、頭車跟這個 連奴兵 這些打法是比較適合一點的 但有一些例外 就是要看情況去出的 那中國的話是什麼都可以打 復兵、起兵、攻兵都可以 所以中國這個文明也算是相當全面的 好 橘色的部分是選擇了匈奴 匈奴的話最大優勢是不用蓋房子 就有這個滿200人口 哇靠這個什麼 這個是虎式沙鵝 這個有點小失誤 沒有關係 太小失誤 趕快吃掉就好 因為這個鵝 被塗掉之後 這個肉會一直慢慢減少 所以要特別小心一點 好 這邊肉吃的蠻多的 直接大爆吃肉 後面的肉也是瘋狂的在趕 那匈奴的話 應該是沒意外的 也是會去打馬弓的部分 直接直程打馬弓 然後給對手壓力 比較簡單明瞭一點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瑞士 那瑞士部分 我是不太熟悉他們的隊員 跟玩家們的風格 那中國這邊我是比較熟一點 因為我偶爾會去他們的直播間 看他們玩 那我覺得中國隊的 其實實力真的是 有世界級水準的 那其他國家我真是不太懂 因為我真的是 語言上的一個問題 那我同時也蠻熟悉日本隊的 但日本隊我不知道這次有沒有參加 如果有日本隊的話 那我再來撥撥看好了 那藍色是選擇了孟加拉 孟加拉最近團戰很常出現 可以說是現在團戰最夯的文明 孟加拉 因為孟加拉現在有這個 TC 蓋TC的打法 TC蓋70個 上帝王時代直接爆出140個村民 這個打法實在是太香了 就算不打這個打法 打一般的工程戰象啊 競技場啊 或是相公路線 都是很完美的 而且生旅也不弱 所以這個孟加拉來說 我覺得還是偏 欸 沒事 我以為這隻豬是被TC射掉是不是 沒事沒事 三隻野豬 好 沒失誤沒失誤 我們就來看綠色吧 綠色選的是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 打團戰的話 通常都是會打這個 古拉姆啦 古拉姆啊 不然就是打這個 駱駝 那駱駝部分是 那一家會比較常打的 那駱駝的話有點看情況 基本上 古拉姆團戰也 也沒有說那麼會常出來 只有外加的部分 會打這個奴兵 轉古拉姆 然後再轉一些駱駝 變成一個 古拉姆加駱駝的一個 Counter打法 那這個比較進階一點 所以不太常出現 我們就不再多講 我們就先來看它 青色吧 那青色的部分 是選擇了這個 打打 那打打的話 馬弓成型速度很快 有免費的拇指環 跟安息人戰術 那團戰來說的話 算是可以第一時間 去騷擾對手的馬弓 給就所壓力的一個存在 那後期還有這個 火焰駱駝 可以去炸對方 遊俠駱駝 都很實用 所以打打在團戰來說 並不是太弱的文明 好 我們就來看 灰色 那灰色是選擇了蒙古 那蒙古 我覺得是 馬弓國家裡面最強的 就是它的 射速最快 打工程其實有外傷害加成 所以我覺得 蒙古會很強 但是要撐到後期 但是它的前中期 是偏弱一點的 那前面 通常也只能打落馬開局 然後再來轉這個 上層騎士 或是直接出馬弓的路線 那由於它經濟不是很好的關係 所以單位上 常常會有這種 蘇人的 蘇人易捷的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蒙古 現在團戰來說 像是他們這個地圖 就選蒙古 我就覺得選得不錯 因為這種地圖 太容易打到後期 所以蒙古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好的發揮 好 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經上到封建時代 那目前 綠色跟藍色 這兩邊是選擇了要直層的樣子 這裡24P 24P 24P 然後再按兩村 26P 直接上城堡時代 很標準的 那 中國A隊這邊是選擇了 中國 直層 那 其他 黃色也是 黃色也是直層 黃色是薄薄 那龍老師這邊挖石頭 很明確 是要打落宮了 真是沒意外是打落宮 那 這次國駕背 我也是按照慣例 我也是不會先去看比賽的結果 那我會直接用比較實況的角度 去跟 為大家播報 所以有講錯地方的話也是正常的 因為我沒有看到結果 也不知道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只能大概預測喔 兩邊的一個戰術選擇跟一個打法 比較合理一點 好 那 寶貝利亞 果然這邊是打了一個 赤猴快攻 那這邊赤猴可以選擇性的去點這個 品種 那我覺得 現在不要點品種也是OK 點一個一級攻也好 反正他一級攻半價嘛 75肉而已 很省喔 跟一隻落馬沒什麼兩樣 所以我覺得一級攻 大概四到五隻的落馬之後 可以去考慮點一下 那 如果你有點一級攻的話 跟對方落馬互打的時候 就會特別容易打得贏喔 那 這個就是寶貝利亞的一個 封劍快攻的一個打法 而且這個 如果人點一級攻的話 連那個長槍兵的傷害也吃得到 所以我覺得寶貝利亞 前期點一攻 算是蠻賺的一件事情 好 那這邊長槍兵有來做防守 那 加利亞 這裡都是一個連尾的動作 大家都很聰明喔 有一些玩家可能不太熟的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的話是 旁邊這個碎石頭的地方 上坡這種處 這種上坡處 是沒法蓋住的建築物的 連圍牆也不能蓋 所以這個就要特別小心喔 要怎麼防守 那通常這張圖的話 大家好像都是直接圍死比較多 偏居多 就是大家直接連尾喔 通常大陸這樣子連尾的話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這邊上面比較危險一點 OK 四隻刺頭繼續再走 那這邊 落馬 還在追 但是也沒有點一攻一防 把牧場往後開 這個蠻正常的一個開局方式 好 那這邊 中國已經點上了城堡石彈 那不確定中國會怎麼樣開局 那我的目測 中國這邊是28P上城 有可能是直接打3TC開農 然後不出騎士 的一個打法 不出騎士 然後農到帝王 直接連弩兵 加巨頭 或者是上帝轉重裝騎士 都有可能 但我覺得這場種 轉重裝騎士的可能性 稍微偏低一點 因為雖然他是那一家 但是他那一家不打騎士 這張地圖他打中國連弩也是OK的 畢竟對面有印度斯坦 所以中國的一個發揮 可能會沒辦法那麼好 出連弩兵的話 比較萬可 比較可以counter對手的一個文明 比較萬 比較能怎麼說 百康 萬康 反正就是康爆對手 中國連弩就是這麼強 確定就是手短而已 那對面沒有那種太強大的 投擲車文明 就只有蒙古 蒙古的這個工程器 的移動速度比較快一點 頭子車也吃得到 衝車也可以 所以只要小心蒙古的頭車 就沒問題了 但如果蒙古轉這個頭車出來的話 自然他的蒙古突擊數量就會很少 那也算是 有點nerf掉對手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種情況下 是比較難會出現的 所以這邊中國的一個想法 會比較明確一點 直接出這個中國連弩 就好了 好 上層暴時代 這邊要開TC的嗎 中國沒開TC 為什麼 打修道院騎士 哇靠 結果是打騎士啊 哎呀被打臉 結果還是要打個快攻是不是 好 那如果打快攻的話 那待會印度斯坦 直接出駱駝 中國保加利亞 好的一個肉馬跟騎兵 都會被這個印度斯坦 直接屌抗一波 像這樣子 直接要怪屌抗 但是 保加利亞這邊有拉兩隻長槍兵 所以駱駝也不敢輕舉妄動 好 那伯伯一到城堡時代 果然是要來打寶兵 已經按下這個弱攻了 好 那中國呢 家裡TC也開一下了 開始慢慢轉經濟 那他這個中國打法 比較偏向於單跳的一個作戰方式 以上層 沒有先開TC 先開一個雙馬就 先暴起一次 到前線去騷擾 看一下有沒有地方 有這個穴可以打 沒有穴的話 就繼續開弄 會比較安定一點 哎 哇靠 結果有穴啊 哇 這邊 保加利亞反應很快 直接把這個穴鑽進去 然後直接收掉了一村 那這邊一級弓 現在才點 好 結果最後還是 在上城堡時代 之前就點一級弓 OK 那這個保加利亞的一個 進攻流程 就是比較標準一點 而且他這邊投資時間很OK 就是他已經確定 有進去之後才點一弓的 這個很關鍵 如果進不去的話 他可能就不會想要點一弓了 這個就是保加利亞的一個細節 好那這邊進去之後 沒有太多東西可以打 TC到處都是 那後方的長小兵在後面等 前線的騎士 中國的騎士也只出了兩隻 三隻 兩隻而已 出兩隻而已 沒有繼續出 我以為他是要騎士爆 結果中國沒有騎士爆 好 那他沒有騎士爆的話 中國就可以開始爆經濟了 好這邊 駱駝直接上去硬 把這邊所有的單位全部包掉了 好那這邊很可惜喔 一隻村民都沒打掉 然後就全部損失漏馬 那這波漏馬進去到底賺不賺 我有點覺得有點疑問喔 因為其實漏馬不進去的話 在這邊喔 在這個生物的位置好像也不錯 雖然對方的駱駝 勢必還是會出來 加上這個生女 還是可以抵抗住 刺吼的一個進攻 那這邊進去送掉了 其實有點小傷 不然上這個城堡時代喔 去點這個輕騎兵喔 打起來會更痛一點喔 好那這目前蒙古跟保加利亞 都還沒有到城堡時代 那最後上城堡時代的是保加利亞 蒙古呢也容易上喔 因為蒙古經濟版就差 上時代版就會慢 而且他最近出了太多的這個 弱馬還有長槍兵 這就是蒙古前期比較虛的地方喔 他在沒有他在輕騎兵之前喔 這個弱馬也沒有血量加成 所以蒙古前期是真的偏弱的 但中後期真的是超級大後選手 那種時候就超級強了 而且還有黃金可以跑貿易的情況下喔 蒙古是覺得血了 不會後悔的文明喔 好那這邊中國有果然 3TC開爆 這邊4TC也補下 這邊還可以轉出一些駱駝 中國厲害的地方就是有駱駝可以用 好後面看到開TC 其實大家都在一個開農狀況 並沒有一個想要直接前線大爆兵喔 好那達達這邊已經出了11隻的馬弓 那馬弓部分 待會就要來打前線喔 那前線的話要比較小心喔 一些資源點喔 像前線TC啊 或是去外面挖野精的部分 要小心一點 但中國隊應該是不會這麼駱莽 他也知道這種地方不能輕敵喔 他應該是不會做這麼傻事喔 直接去外面挖野精 像這種地方直接開挖 結果這邊瑞士直接拉村民出來 還沒有蓋TC 那這邊印度士團應該是要在外面開TC的關係喔 所以才拉這麼多村民出來 那目前兩邊都沒有找到對方的單位 那目前達達有稍微抓到 匈奴的馬弓喔 兩隻馬弓直接倒了 那目前馬弓部分有11隻 匈奴的馬弓也要到鎖家裡了 那藍色選擇是孟佳人 孟佳人這邊選擇了3TC 喔有3TC開農 4TC才對外面還有一個TC 真的是打一個超級暴農的一個玩法 那兩邊都進入開農期 那伯伯這邊有少量的馬弓 在騷擾 盡可能喔 拖到對手的手術喔 撒田跟平經濟的速度就稍微慢一點 讓對手沒辦法專心的去爆這個經濟喔 那這個就是中國隊現在的一個小小目標 那這邊打打也是喔 也是用這個非常多的馬弓去給對手壓力喔 逼對手一定要出兵防守 這樣打打的一個目的就做到了 好但是後面有弱攻 那伯伯的弱攻打這些馬弓單位喔 會有外傷害加成喔 基本上是一個屌康的一個部分 所以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話 這邊伯伯可以撐在主戰場 畢竟對面有這個打打 還有這個 孟佳拉 還有蒙古 三個其實都是馬弓國喔 而且印度斯坦還是駱駝國沒有騎士 那基本上伯伯只要全出弱攻 就是全部Counter對手的一個文明喔 因為駱駝本身防禦也是 遠防也是很低的喔 那被馬弓射到也是很痛 所以這邊我覺得伯伯 龍老師選擇這個文明選得很好 伯伯直接屌康出的人 哇這邊是四國聯軍 紅色紫色黃色橘色都來了 直接把他的馬弓全部吃光 好那中國在中間開下一個城堡 一個人蓋堡血和村民 沒事沒事拉了更多來支援了 拉了五個人 慢慢蓋吧 好那這邊達達前線被滅之後 再重新在家裡做一波集結喔 那達達這邊集結 我不太確定他這樣子打會不會出事喔 因為他現在是雙馬弓在爆冰喔 然後又是第三個TC喔 比較慢蓋一點 那一個做法 然後前面又送掉那波馬弓 其實對達達來說是很傷的一件事情 因為其實達達的馬弓 只要高達25隻左右之後 甚至三四十隻喔 你要打對方騎士喔 或者是駱駝都很方便的 那現在達達的數量有點偏少 這樣子的話就會失去自己的主動權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在騷擾對手的時候 也要看一下情況 到底要不要決定出去騷擾 好不然這一波送掉之後 你要再重新集結第二波 主力出去的話 其實是需要花上很多時間了 那對手這個空窗型早就已經沒有了 好這邊直接藍色 孟加拉幣抓一波村民 但後方有印度斯坦弱爾在追逐 這邊印度斯坦攻擊打的也是蠻快的 那下方這邊馬弓直接讓對手溜了進來 這邊直接卡一個城門 後方有更多的騎兵追了進來 馬弓在後面輸出 薄薄直接開射 後面這邊騎士也是無雙開打 馬弓雖然一掃 這邊騎士正面也開始變得難以解決 那這邊經濟有點慘 分數是最後一名 加里的TC也直接收村 但是後方經濟也是彩鋼補下來而已 3TC運轉其實有點困難 導致現在3TC有點斷村的感覺 他不是3TC 他是2TC 哎呀看錯了 不好意思 2TC KANO 我以為最右邊這邊也是他的TC 這個是蒙古的 結果這個開口 是由蒙古 不是有蒙古 由達達這邊做個開口 要是達達那波馬弓沒有送掉的話 現在守家裡其實守得輕輕鬆鬆 沒有什麼太大壓力的 所以前面那波騷擾我覺得真是有點 稍微魯莽了一點 好 一隻閃直接拋出自己最強的駱駝 出來扛正面 那正面的話現在比較複雜 有這個駱弓加騎士combo 雖然現在駱駝可以全吃這邊組合 但是如果馬弓數量越來越多 甚至是可以反殺駱駝的 現在伯伯的一個最大的一個目的 或是一個目標 就是把這個弱弓給蓄起來 好 那上方的這個匈奴 也把自己的馬弓往上派 看一下上面的TC部分 但是似乎沒有控好第一時間 馬弓看到對方的TC 直接倒地了非常多數量 那這邊直接硬點村民 好像有點硬 後方的相公直接過來開始射擊 這邊開始射射 射得還不錯 你看這個相公 打這個馬弓就是香啊 那相公的話遠防也是很高的 基礎就有二防了 下方這邊追逐戰 伯伯直接把自己的弱弓 拉到加以TC下方 怎麼樣來做個反擊進攻 打的傷害是很高 那第一時間上到帝王時代 是孟加阿倫 孟加阿倫這邊直接存農沒出兵 第一時間就上了 中國這邊還有少少出幾隻兵的關係 所以上帝王時代的時候 並沒有那麼的迅速 那我略迅速 迅射了一點 但我覺得現在中國這邊也沒什麼問題 繼續出駱駝打也可以 不然就轉中國聯絡 但我覺得現在他出駱駝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自己家裡的馬弓數量 其實會慢慢多起來 應該是弱弓 不是馬弓 這邊小小騷擾 複打一下 那蒙古開始也轉出自己的蒙古圖介 終於可以出關了 後方3TC開農 地龍時代點下 OK 蒙古的時代也跟了上來 那保佳莉亞這邊是選擇 打這個 欸 是紅色 打騎士爆 還不是打銀壘推 如果我是保佳莉亞的話 我就想要銀壘推了 就會趕快在這邊插城堡 把中間的這個金礦全部搶下來 然後再以這個金礦的地區為這個標的 欸 我才剛講完你就下一個城堡 哈哈 雖然是勃勃嚇了 不愧是龍老師 控圖的意識還是要有的 這個意識做得很不錯 這邊就是要趕快把這個中間金礦搶下來 這些金礦都是命脈 然後可以以這個為基準點 當作自己的後勤基地 做慢慢前線進攻動動作 好那這邊勃勃直接去追逐 追逐這個打打的馬弓 那上面部分直接打開打 兩邊駱駝直接血量開始爆噴 但是中國的駱駝並沒有攻速加成 所以正面打起來好像是會打輸的 印度斯坦駱駝攻擊就是快 哇直接屌內中國的駱駝 中國駱駝這邊並沒有點下重裝駱駝三級 直接原地倒光 但是後方有保加利亞的騎兵過來的資源 那目前印度斯坦的駱駝數量不夠多 所以電話時代還有15秒 這邊直接點下掠奪者 哇靠 這邊匈奴要來打寶兵了 打拉和騎兵準備要出場啦 那打拉和騎兵的話 是擁有高遠方的騎兵單位 而且造價很便宜 遠方也是7跟優俠一樣 但是造價便宜 而且對建築物有外傷害 傷害攻擊力少2攻 但是我認為 這個打拉和騎兵 還是可以做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尤其是素拆家或是手吃城堡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保加利亞這邊直接使用騎獅爆 但還沒有上到帝王時代 那這邊我覺得打得很不錯 這邊利用對手印度斯坦 還沒有上帝王時代才剛上的關係 所以重裝駱駝沒有升級 他已經看到對手已經升到帝王了 那這邊也不顧一切 對方是駱駝 看了自己 直接上去硬吃 那我覺得這關鍵是非常好的 那印度斯坦這邊 稍微就是有點小小的失誤 其實不應該跟他打的 那他可能覺得不打的話 家裡可能會出事 可能想用這個駱駝拖時間 但殊不知那一坨駱駝送掉之後 他這邊要重新集結駱駝 其實是有點困難的 一時之間 這個軍事實力可能會有大幅落差的一個問題 好 那莫加拉這邊TC是越蓋越多 連前線都蓋下TC了 但是這邊有這個綠色城堡 想來做防守 那這邊打爛奇兵直接出來 遠房是8 不好意思我更正一下 我也是遠房是7啊 哇那這樣比遊俠多一房啊 還是跟遊俠一樣啊 好像跟遊俠一樣耶 對跟遊俠一樣 那遊俠還多10滴血 反正沒事 雖然遊俠處子比較好 但同樣的招架比較貴一點 那這個達拉漢奇兵呢 這個招架便宜喔 又坦 主要是當坦克的一個工作 好 向方中國這邊公務轉出了重裝駱駝 而且後方還有大量的伯伯馬弓 向伯伯馬弓想要射誰就射誰 這邊他有這邊康特馬弓屬性 伯伯這邊是完全稱霸戰場的一個選擇 好 上方這邊使用少量的騎兵做防守 那這邊想要努力拆城堡 好 但是這邊正面感覺扛不住 弱弓實在太強了 蒙古這邊一出來就被射爆 相公也是 達達也是 瑞士這邊直接打出了GG 哇果然喔 這個 那個 弱弓直接上高地 他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打 而且數量上兵力也是差很多 雖然瑞士隊的村民術是有贏過中國隊的喔 但是中國隊這邊是強勁士 直接一波帶走瑞士喔 而且這邊 而且他這邊控圖也控得很好 你看這邊城堡也開始蓋了 那控圖意思很好 那左邊版是唯希望 但殊不知達達和騎兵的一個遠防效果很好 可以對付對方的相公喔 相公射一下只有3滴血 那達拉和騎兵上去櫻鐵的話 也有可能是可以吃掉這一群大象的喔 那這一波的話我覺得 大家的一個打法都打得不錯 我覺得是中國 中國這邊是 本來是出馬工喔 然後後面突然轉出了一些相公喔 後面突然轉出了一堆達拉和騎兵喔 這個掠奪者科技淫貫也是即時點下 這個即時判斷力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部分 經濟部分是這邊中國經濟會好一點 那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他的打是一個騎士 也不是騎士喔 後面轉駱駝 駱駝然後3TC卡納的一個正常打法 這個是比較符合中國的內加打法的方式 那後期可以再考慮轉這個中國聯儲 也是因期況而定 那但是如果自己隊友的工兵太多 像什麼匈奴啊或是伯伯 都出馬工的情況下 那中國的話就可以出駱駝或是騎士喔 就可以當個漏盾的角色也就可以了 畢竟中國這個文明就是這麼強 好那我們就來準備來到進入到第二場比賽吧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中國A隊對上瑞士A隊 第二場比賽喔 那剛剛中國A隊拿下第一場首勝 那第二場是選擇了這個競技場 那競技場在團戰來說也算是一個相當經典的地圖 畢竟這個遊戲一開始就有這張地圖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選擇的文明喔 那我們先看瑞士喔 瑞士青色選擇是瑪莉 那瑪莉這個文明最大特色是金礦永續30%的一個資源礦場 所以她後期礦場黃金量是比較多一點的 但是瑪莉在團戰來說並沒有太明顯的優勢喔 上到地龍時代的話也只有這個彪漢精神可以打 那彪漢精神的話可以讓洛瑪到7加7攻喔 那駱駝也是 欸駱駝好像在多一點嗎 好有點忘記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 柏柏在 不是柏柏 瑪莉這樣圖的話 我覺得到後期也不會到非常一個強勢的存在 那有可能是會打一個快攻也說不定 但我覺得打快攻柏柏也沒有太大優勢 所以我不太確定我競技場選柏柏是不是一件好事喔 好那這邊綠色選的庫曼 那庫曼這個文明在競技場來說的話 最好打法就是雙TC 封建時代開農 上到了城堡時代的話 可以領先對手們喔 會有隊伍們 領先大概十幾村左右 大概十五村十二村左右吧 好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這樣子喔 那到後期也可以轉出這個超強的遊俠 高速遊俠 那庫曼的遊俠也是跑速最快的喔 後期也可以轉這些駱駝啊 草原騎兵喔 但是在團戰來說的話 比較常看到的還是遊俠的部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藍色 那藍色的部分是敗戰艇 那敗戰艇的話 團戰的一個存在喔 主要是一個垃圾兵扛前線喔 戰毛擊兵往前戳 那誓死了呢 城堡時代出幾隻駱駝 去打對方的騎兵喔 那到了後期的話 真的真的要打得真的非常後期 開始跑貿易 黃金已經用到無限的情況下 才會去打這個敗戰艇勝騎兵喔 不然這個敗戰艇的打法 基本上不太可能會出現那種 太奇妙打法 那如果是外加敗戰艇的話 欸對他是外加欸 那外加情況的話 應該是會出強弩喔 因為畢竟這個敗戰艇 帝王時代的成本喔 是非常便宜的 只要600多喔 300多黃金 好 就可以直接神到帝王時代了 還有400多啊 不能忘記了 那槍弩部分的話 打外加也是相當適合的喔 也有這種單TC 直接束上帝王 插城堡巨頭 開丟對方城堡的一個戰術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瑞士這個打法 會不會用使用這個打法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灰色啦 灰色是意大利人喔 意大利人的話 最強是這個勒納阿弩手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傭兵可以使用 那我覺得意大利人來說 在團戰也算是一個 蠻不錯強的文明喔 他的性質跟中國有點像 因為意大利人 可以打騎兵 也可以打步兵 也可以打工兵喔 而且他們的工兵的共同點 就是手都很短 跟中國一樣喔 但我個人的話 是比較喜歡中國的 意大利的話 是比較 算是 中國的弱化版 這樣子的一個 比較的感覺喔 但如果對方都是馬國的情況下 那一定是意大利比較強 但是意大利的 又比中國好處的一點是 有這個傭兵可以使用 細節上面的分別是這樣子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橘色 那橘色是選擇的阿茲特克 好 那阿茲特克是這邊 中國隊選擇 中國隊選擇阿茲特克 外加的情況下 通常都是要打這個 強弩了 阿茲雖然有強弩 但是沒有拇指環 但是他的戰毛兵非常強 那他的好處是 前期就有不錯的經濟加成喔 這個 村民的資源攜帶量可以加3 所以造成他在外加的經濟來說 發展是不錯的 但是如果他外加要打寶推的話 他的寶兵也不強 所以阿茲要怎麼打 我覺得是蠻值得注意的喔 不然就是打這個 老鷹豹 也有可能 城堡打老鷹豹 也有可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斯拉夫 那斯拉夫人的話 他最大特色是農田喔 這個10%很加速喔 那團戰來說的話 他算是一個 比較工程器的文明的喔 那他主要到後期 可以出頭車 還有這個貴族鐵席喔 那基本上 城堡時大概移上去喔 會打一個騎士暴 那如果是打這個 地出的一個 タイミング點的話 會打這個頭車加級兵喔 的一個戰線 會比較好一點 好 我們來看黃色 那黃色是曲折羅人喔 曲折羅人最大特色是 他的駱駝 攻擊有加25%傷害 那還有這個人洗弩砲可以使用 以戰術上來說 團戰 並不是一個太弱的存在喔 我覺得 反而是有點 稍微有點強勢喔 畢竟他還有這個 工程戰項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曲折羅人 在團戰也是 相當好用的一個文明喔 也是 多樣性選擇的一個打法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紅色 紅色是這個土耳其人 那土耳其人的話 通常都是外加打這個 火槍兵喔 土耳其火槍兵 我們之前影片有介紹過 血量非常多 血量高達4D血 頭車一發的話還砸不死 那砸不死的情況下 還可以反殺對方的頭車喔 那土耳其火槍兵 在蜆毛時代 基本上是 接近無敵的狀態了 那 只要你 你只有大量騎士 把他包起來打的情況下 才有可能打得贏火槍兵喔 不然基本上 一直是被火槍兵 甩槍壓著打的情況 是比較多的 好 那目前看起來 土耳其人 也是要打這個 寶推打法 那霸彈體會怎麼做一個應對呢 這個是我比較關心的一點 好 那現在大家都到了封建時代 大家應該都是要打直層喔 批數都是蠻像的 24242425 都是這個直層的批數 比較標準的 好 好第一時間 第一個安下的果然是這個 阿茲特克 阿茲已經點下了這個 城堡時代的升級 一級目也補下了 你看其他人還沒有辦法點城堡 阿茲就已經點了 就知道他的經濟 真的是好到一個不行喔 好 那回到 西班 不是西班 土耳其這邊喔 土耳其的話沒有垃圾兵可以打 所以他一定要打這個黃金兵喔 才能打這個 打出優勢欸 那有幫你做個buff喔 就是挖黃金喔 都20%的這個加速 所以基本上 你玩到土耳其的話 不要去想打垃圾兵喔 你就是瘋狂的去控圖 挖黃金喔 才是個重點 這樣是越打兇一點越好 因為到了帝王時代 你的土耳其佛槍變的優勢喔 會逐漸影響力變少 欸 哇 結果這邊阿茲是打生頭阿 直層生頭戰術 那這個生頭戰術喔 跟這個賽爾特有點像 而且這個威瑟利喔 跟這個賽爾特的生頭有點像 賽爾特的生頭厲害的地方是衝車攻速很快喔 而且木頭挖的數量比較多 很融產大量的這個衝車喔 或是投車出來 阿茲特克是剛好相反的喔 他是雖然衝車投石器來說會比較稍微弱一點 但是他的生女很強阿 生女沒點科技回家5滴血量 對方就算出弱馬輕騎兵過來喔 還要砍到四到五到才能砍死一隻生女喔 那如果在後面再補個軍營再按個長槍兵 像這樣子喔 哇 那根本就是無人可擋 對面出攻兵就可以出頭車弩炮直接貫穿 然後城門又可以用衝車撞爆 好這個就是阿茲的生頭的一個經典戰術 結果這邊生女要被弄死了 塞到 這邊瑞斯隊秀的很不錯 上下直接包夾上面砍兩刀 下面的刺頭砍一刀 直接收掉了阿茲的生女 那這邊生女要趕快出來的原因是因為 要趕快去看一下對手有沒有在旁邊 圍死喔 然後可以用去招搶動作去阻止對手去蓋 或是去找個生物也可以 好那這邊 義大利人應該是有意識到阿茲這邊是打一個生頭戰術 所以他已經有提早挖這個石頭 那城堡也已經蓋好 那這邊城堡一蓋好之後 應該是不太有可能有機會喔 可以繼續往前攻了 那我覺得阿茲這邊如果要繼續打的話 最好是往下面這邊喔 對對對往下這邊打 這邊打進去會更好一點 但是如果在這邊打的話 就可以拖到阿茲的進攻時間了 因為這邊只要一往下跑 那你所有的工程器跟修道院都要經歷這一段路程 那這一段路程是其實相當危險的 後方的瑪莉就可以有機會出這個青奇兵去收掉後方的生女 還有這個工程器的一個行軍路線 那如果阿茲現在要這樣打的話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繼續喔 用這個原本的BK跟生女修道院去蓋 不然就是在原地再下一個 我才剛說完你就下了 那如果這樣下的話 他的工程器喔 勢必會少一點點喔 經濟也會更慘一點 這邊不知道能不能活下來 還沒有點任何的生女科技 這個金杯終於要點下神聖思想點下之後 才有可能比較能擋得住 哇 這邊伺候直接殺兩隻老頭 果然這個行軍路線是個問題阿 沒想到我講的東西 居然都承認了 很難倒 雖然我沒有預測到會打生頭這個戰術阿 但是 看他這個戰術的問題很明顯就是 或者這個空窗席阿 那城堡這邊絕對是不能跟他硬懟的喔 一定要從往左邊這邊開始打進去 那這邊衝車還可以上這個場上邊在上面喔 可以稍微守下對手一個進攻肉麻開尻衝車的問題 但是現在對手就很好守 右邊有城堡裡面在下個BK出個頭車 也是輕鬆守下來阿 對方出頭車 人家衝車撞你後面頭車直接砸 還是可以防守到 這邊沒有 收 收了收了 後面有按BK嗎 好像沒有 這邊是不按BK阿 不按這個工程器製造所 是決定要用這個 直接用城堡來防守 還出熱納亞奴守 這個怎麼怪怪的阿 那這邊霸佔亭 這邊要面臨對方 欸 土耳西火槍兵直接被驅著羅倫的 裝甲站下城堡直接頂爆 右邊的一個問題直接爆開 哇 果然被秒殺 雖然霸佔亭人 這邊第一時間有蓋城堡 但是這邊裝甲戰象來的實在太突然了 他在哪裡蓋BK的阿 在這個土耳西家人裡面 直接四隻戰象溢出來 城堡直接消失阿 哇 這個打得非常不錯 但這邊 內加庫曼已經開始出兵了 沒有專心龍 在專心龍的話 那隊友真的會整個不見喔 好 土耳西火槍兵傷害非常高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甩槍 哇 回頭甩一槍直接半血 兩次擊發 就可以殺掉一隻騎士 好 裝甲戰甲直接回來 想要幫忙卡位 擋一下這個騎士 好 順便吸收一下 生女那個騎士的傷害 但是這邊騎士直接上了 硬卡還是砍得贏 這是我們開頭講的喔 你要打贏土耳西火槍兵的話 就只能用大量騎士來打喔 會比較好打一點 好 那庫曼這邊確實有這個本錢喔 可以這樣打 畢竟封建時代就雙TC 經濟濃起來了 就比較容易可以出騎士的一個空間喔 好 那左邊這邊 這邊是選擇了 勒納爾魯首做防守 那這邊還有一些少量騎士喔 這個斯拉夫有出騎士防 但是這邊頭車 有沒有 頭車無雙 哇 勒納爾魯首直接被砸爆 可以殺了進來 尷尬啦 你不出BK防守就會變這樣子喔 但如果他出BK防守的話 又會被阿茲的救術思想 直接招工程器喔 也是有這個問題在的 所以出頭車不能解決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防守的觀念 但是我覺得這邊好像 防得有點圍死一彎了 我們覺得左右兩家動物精 瞬間沒呼吸啦 這邊趕快圍這個圍牆 這邊是沒有石頭是不是 就很圍牧牆 哇 我怎麼覺得好像瞬間秒殺啦 左右兩邊直接沒了 欸 我突然發現 這兩場 勒納爾都沒有出場 是輪不到勒納爾嗎 還是勒納爾是這個壓軸好戲 還是他這個賽制有規定 一個玩家不能連續上三場 只能上兩場的規定 好像是這樣子喔 其實我對賽制不太了解 那勒納爾沒有上場 也有可能是想讓其他隊友 稍微磨合練練之類的喔 也有可能 好 那目前左右兩邊 都被督得很慘 那左邊義大利 算是最慘的喔 現在連TC都沒了 直接斷村 只能靠這一座城堡 依城牆 依這個城堡而活了 好 那但是庫曼內加 終於有一些騎士可以來拯救一下 反正這邊阿茲早就已經意識到 對手可能要來了 直接把這裡圍死 直接圍死之後 蓋下大量的石牆 跟防止這邊再補石牆 哇 補的速度非常快速 這個反應時間很好啊 後面的聖女直接招走了一隻騎士 兩隻才對 好 頭車在裡面繼續一閘 這邊阿茲並沒有照進喔 反正是選擇在裡面喔 整修部隊喔 好 待會聖女數量一多 再繼續進攻喔 哇 那是要不要給到 敗藍艇這邊壓力越來越大了 只能被迫再圍一個大石牆 那這邊大石牆還是會有問題喔 頭車還是達到裡面的單位的 在這邊伐木區也是岌岌可危喔 好 下方的一個騎士 並沒有直接回家 還是守在家裡附近 那土耳其這邊進攻 是打掉一座城堡之後 就沒有再繼續照進了 畢竟庫曼騎士多還是有點強 這隻土耳其火槍兵其實有點危險 結果這邊土耳其火槍兵直接往前走 哇 這麼還射一隻狼 這個躍躍表示 好 頭車過來找一下 這邊直接招三隻騎士 應該沒問題 招 再招 再招一下 OK 三隻騎士招到 但是三隻森女應該是兇多吉少了 好 那這邊 頭車過來 第一時間是要來砸這個 勒納奴手 但是勒納奴手這邊吸引得很好 一把頭車都沒砸到 後方的庫曼騎兵 直接收掉了所有的頭子車跟三旅 被招翔掉兩隻騎士 直接鑽這個小穴回來防守 好 但是現在勒納奴手 很害怕頭車要甩一下 直接逼陣 不躲 直接不演 直接不演 好 裡面終於把裡面的村民逼走了 裡面村民沒有了之後是跑到了哪裡呢 下面這邊 結果下面這邊挖木頭 結果後面突了去火箱 直接無情開票 哈哈哈哈 義大利太慘了 直接滅兩國 好 班登庭這邊出了這個三旅防守 三旅防守突了去火箱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有一個小小缺點 就是他這個射程只有9 但突爾西火箱兵的射程是比較偏多的 他有8射程 射程雖然是少1 但是 以克制火箱兵來說 這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那這邊用兵義大利出來 用兵打火器單位有外傷害 所以拿這個火箱手其實傷害很高 但數量不夠多還是一樣會繼續 下水餃 像這樣直接擺給 好 好 突爾西已經看到對手 傭兵出來 不過你看這傭兵的極戰力 一出來攻擊就死 遠防還有7 哇 超高遠防 血量還有80滴血 這個步兵的血量已經媲美 維京人的步兵血量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義大利人會這麼好 那這邊也不是義大利人出的 這是馬力人出的 那義大利人的用途 就是可以讓隊伍使用傭兵這個能力 那馬力打傭兵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可能會比這個 騎士好上一點點 因為優兵造價便宜 欸 跑速也快 但是馬力的步兵來說 也不算說太爛 正常的東西 其實該有的都有 攻防 只有攻擊力差了一點點 但是 你知道啦 我知道了 馬力的步兵還有遠防加成 所以他這個出傭兵遠防這麼高 我想說奇怪 為什麼這個傭兵遠防這麼高 原來是馬力出的傭兵 那順帶一提 馬力每升一個時代 封建時代開始 步兵都會加一遠防 所以這邊出傭兵的話 效果著實不錯 這邊傭兵一出來 直接反打中間 中間斯拉夫出了大量的長劍兵 還沒有轉成雙手劍兵 就要被砍爆了 那這邊傭兵的話 其實要用這個馬供 或是供兵來社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其實 沒有那麼多的遠程當中可以使用 傭兵一出來之後 想要消誰就燒誰 而且這邊還直接出了騎士 庫曼這邊要趕快轉出遊俠出來了 好馬力直接前線BK兩個 上方這邊房子也再繼續幹 中間的話傭兵也直接無雙開打 好那這邊直接變成長劍兵 還沒變雙手劍兵就開打 有點尷尬 斯拉夫終於變成雙手劍兵了 雙手劍兵反打一波能打得出來的東西嗎 看起來是不行 失望太多 這個城堡應該是沒救 但是點下來 我們家四重了 斯拉夫大回步兵會有這個範圍傷害了 但是下面的敗戰艇也開始要升到帝王時代 已經少了已經升了 不好意思 帝王時代升好 生女戰也開始打 那上到帝王之後馬上點下印刷技術 生女的射程直接變成9加3 那9加3的情況 那對方的突爾西火槍兵就會被招搶走 會稍微有點壓力 好那中間這邊直接被擊破 這邊傭兵直接出來研究世界 義大利人終於可以再次活了下來 好這邊蓋了TC 經濟開始好轉起來 那正面大隊駱駝 駱駝的駱駝開始出來碾壓 但是其實對方肉麻 這個麻部分也只有庫曼在出遊俠而已喔 所以這個駱駝可能要很針對性的去打一下庫曼比較好 那現在傭兵的話 其實也可以靠出了一些火槍兵喔 或是駱駝的人型奴炮去做個反擊來打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就是直接用這個斯拉夫的劍勇喔 王者四重 雙手劍兵開砍也是ok的 所以現在其實解決傭兵的方式有很多喔 但是他這邊沉醒時間實在太早 只要第一波衝擊喔 還是可以打到蠻多東西了 哇應該這個砍的有夠快 傷害又高 這個TC直接被砍爆 血量爆了 好這邊區的羅倫的駱駝直接過來支援 但駱駝打傭兵傷害其實並不高 其實有點在抓癢 但其實數量上來說 好像還是可以掩了過去的感覺 但上方大量傭兵直接把上方駱駝直接掩了過去 但下方的駱駝有點小小的優勢在的感覺 好像又反大了回去 兩邊的一個步兵戰打的蠻漂亮的 後方王者四重的 步兵開始過來做反擊 哇這個擴散傷害很強 這個畫面有點像是扩蘭的既視感 扩蘭的一個攻擊傷害也是這樣會擴散下去的感覺 好那王者四重一出來之後 傭兵就不是斯拉夫的對手 好回到下方的戰線 下方的戰線這邊城堡也快要被抵掉 後方劇情鬥時機也在開閘 那待會突而西到帝王時代 還可以用這個火砲樹 可以插火砲塔 火砲塔跟火砲 都會加二射程的攻擊優勢 那再加上自己的火槍兵 跟駱駝打一下會比較 欸這邊火槍兵在送了 好但沒有關係後面去著羅人 駱駝還是有過來做支援 好這波送的不錯 好中國隊的正面開始慢慢打回去 瑞士這邊繼續出用兵會出大師喔 這邊瑪莉可以考慮轉下女飛刀手 女飛刀手打步兵的效果是很不錯的 好雖然女飛刀手的防禦力跟血量也是偏低喔 但一直經過走A的話 女飛刀手來counter這些劍兵勇士喔 可能是最好的選擇 好那後方投車車 不是投車 BK封王按下去 哇這邊中國隊直接反一下 瑞士看起來沒料了 因為這邊義大利直接算是被滅鼓的狀態 那敗蛋提這邊雖然看起來是有反打一波 但其實他是單TC喔 帝王時代喔 因為這個就是敗蛋提外加的一個比較常見的打法 單TC爆兵 開幹 那通常是不管經濟的喔 一直要給就是我經濟壓力喔 但土耳其這邊是早就轉出自己經濟喔 三TCCANON之外喔 三個城堡直接把 城堡拆在家裡 火槍兵就可以安定的一直輸出喔 哇那看起來 中國隊的一個基本操作觀念還是不錯的 並沒有這樣子全力ALL IN 單TC爆兵打喔 那敗蛋提這邊可能會有點慘 因為現在開始有點沒辦法解決得了這些火槍兵了 而且斯達夫的王者四重也沒辦法解決 女飛刀手出來可能還會有段時間 這邊瑞士的打出了GG 哇就阿茲這一波前壓之後就沒他的事啦 這波前壓打得非常漂亮啊 那後期有點變當騷包打但沒有關係喔 他確實這樣子喔 讓隊友有很充分 很充分的這個發育時間喔 這個發育一好 斯達夫的這個10%農田的一個效率喔 加上劍兵勇士的王者四重 直接狂演對手的一個步兵喔 這個傭兵沒想到可以這樣打 直接用這個高遠方傭兵撵過去喔 有點像是跑步版的哥德衛隊的感覺喔 但很可惜喔沒有三攻 而且本身斯達夫步兵本身就很強喔 所以這個步兵有點算是被戰術被counter到的感覺喔 那我也覺得這應該是中國隊刻意為之選的喔 就是選這個斯達夫 不然是打這個後期工程器有優勢之外喔 步兵戰也可以克制對手的傭兵戰術喔 那我覺得中國隊的這邊細細細細細細細部分也是做的相當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經濟狀況 經濟狀況果然是斯達夫好傷一點點喔 這邊肉量直接破到第一名喔 10%喔 他肉量決定是最多的 那木頭是曲折羅倫喔 那曲折羅倫為什麼會多喔 只是單純是這個VB喔 龍老師的這個基本功好啊 因為曲折羅倫本身沒有什麼太多經濟加成喔 只是單純他的基本功好 所以才是贏到第一喔 不然其實看馬力人其實木頭也是差不多 只差幾百而已喔 這有點可惜喔 本來以為瑞士這邊有機會喔 後面那個傭兵馬力看起來很有料喔 但殊不知中國這邊更有料喔 經濟直接也濃起來喔 又再回去反打一波喔 好啦那我們就來看一下第三場比賽吧 OK那我們來到中國A隊對上瑞士A隊第三場比賽 那如果中國A隊這場比賽再贏的話 那遊戲就結束了 所以簡單來說 中國A隊已經到了聽牌的部分了 那中國A隊呢 我們這次看到他的選擇 文明是選擇了賽爾特人啊 哇這怎麼輸啊 黑森林賽爾特基本上 選人就是穩贏的喔 沒有再輸的喔 賽爾特在黑森林來說 是一個王者之間的存在喔 勝率高達56%以上 甚至有時候到了60%喔 賽爾特這個文明 團戰實在太強了 單挑的話還有這個聖頭戰術可以用 所以他單挑團戰勝率並不差 有點因人而異使用的感覺 那這些戰術喔 對賽爾特來說是比較強勢一點的 那有人會說 欸那要怎麼打呢 那基本上喔 你要阻止賽爾特的打法 就是前期開稿 直接用這個鑽村民進去喔 蓋這個射箭廠或是馬舅 直接把對手賽爾特 打到半慘 或是讓他一直強迫防守 蓋太多的這個建築物防守 或是拖到經濟喔 那這個戰術 聖頭戰術就會比較弱一點喔 好 那這邊想要尾尾牆 但是藍色的村民一直想要來打架 那這邊直接硬尾 硬尾之後還是戳掉了 哇 結果第一戰 賽爾拉森這邊 並沒有拿到優勢 但是衣純都沒有死了 還算不錯 到後方村民又要再過來了 這邊要小心 欸要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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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跑 村民趕快跑 村民殘血要被戳死一村了 唉唷 手上拿到的是藍色 那大家一定會說 欸為什麼黑森林一開始村民就在打架了 那這個其實算是基本的黑森林的觀念喔 一開始外加就要去 去選擇圍架喔 如果你覺得太難圍 就是太開闊 不圍也是可以 但是你要跟你隊友講 你隊友可能要自己圍一下 那你可能身為外加的黑森林喔 你就要自己去小心一點喔 可能會直接被對手打爆 有可能 黑森林就是這種地圖 你不圍的話 很容易就被對方弄死喔 但是很難圍的情況下 你又不能硬圍 你硬圍的話經濟會很長 還是會被弄死 所以黑森林其實蠻考驗 地圖之外 也是考驗對雙方的一個 默契嘛 隊友之間的默契 這邊有洞喔 這邊有洞可以進來喔 這邊看到了 然後薩拉珍看到有洞 那賽爾特這邊 賽爾特人 直接拉一隻刺頭過來幫忙 但也被打到殘血 那波蘭這邊是 打這個生旅戰喔 直接硬戳 那生旅戰來說的話 不是生旅戰 村民戰 那波蘭的村民戰的好處就是 波蘭的村民會一直回血 這32滴 待會還會回到33滴 血量會一直越來越多 風風劍時代的時候 血量回復速度又是加倍 波蘭呢 在下一次改版 終於要改了 這個大莊園 終於要改成8%了 那現在大莊園在旁邊 撒田的話 是可以立即獲得10% 食物的收穫量 到下個版本之後 就會直接變8% 也是我之前影片 一直在講 這個大莊園真的要改 改個8%或9%都好 結果數字真的改了 哇有點感動 還是其實官方在偷看我的頻道 偷聽一下我的建議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覺得不太可能 我只是隨便講幹話 大家不要太認真 好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這一場選擇的文明 前面比較重要 就稍微講一下 前期的一個黑色靈的對決 這文明我們就現在來講 因為黑色靈到了前期 圍完之後 就沒什麼太大的一個衝突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用太擔心 會露看什麼東西了 好那這邊就是 稍微再搓房子 稍微圍一下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欸但這邊有個細節 這邊 這邊進不去 這邊還有一個擋住的 這邊再圍一下就好 好 那紅色 這邊是選擇了這個立陶宛 立陶宛團戰來說 外加並不是非常亮眼 但是後期的這個列提示 是非常強大的 那前期呢 如果是外加的部分 最好是直接維持 基本上對方直接幹進來 是沒有機會 防得住的 所以我覺得立陶宛 最好是 趕快挖石頭 然後插城堡 直接防住 只要能拖到帝王時代 基本上立陶宛是不會落到哪裡去的 所以基本上不要打壞攻 就OK了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黃色 黃色是波西苗 哇波西苗也是團戰最強之一的文明 我覺得第一 我的首選第一是賽爾特人 再來就是波西苗 那中國這邊 兩 中國的兩個文明 直接拿下團戰最強的兩個文明 為什麼是團戰最強的原因 是因為有這個榴彈炮 那榴彈炮升級之後呢 這個弱點的這個 爆炸傷害 這個範圍傷害太廣闊了 這個榴彈炮雜怪 這一 這一坨的範圍的 裡面的擋圍都會失到傷害 這就是榴彈炮最誇張的地方 很容易喔 可以用榴彈炮 直接打倒對方的大量攻兵或馬攻 甚至連遊俠都可以喔 所以然後後面再出一些疾兵喔 疾兵又可以增加25%的額外傷害 打對方遊戲也是爆痛 然後如果對面出什麼步兵 來抗你的疾兵 你又可以出火槍兵喔 去克制對方的疾兵 出了克制對方的步兵也可以 所以波士尼亞到後期的一個組合 是非常無解的 右邊是怎樣 立陶宛這邊直接插成 插劍塔 結果立陶宛這邊直接打快攻 哇 才剛剛說完他打快攻不好 結果他打快攻阿 哇這個就可以證明我沒看了吧 這個是我真的可以證明我真的沒有看阿 立陶宛裝甲塔快攻 立陶宛前期快攻的優勢 就只有150肉的一個優勢 欸這邊沒圍好嗎 唉唷差一點 最後 靠杯右邊有動 哇這裡沒辦法直接被殺進來了 立陶宛這邊入侵之後 裝甲塔右邊 不列點可能會很難受 這邊要變成阿拉伯自己圍自己了 哇那就是有點會害到那一家 那一家勢必要花資源去圍家 那感覺目前灰色要圍很簡單 就只要圍這塊 門口就好了 但是後面的綠色跟藍色可能會被騷擾到 但還行阿 裝甲塔的話其實騷擾的入侵程度 並不會那麼嚴重 如果真的打到後面的綠色跟藍色的話 通常他們也都上到這個城堡時代了 也比較有足夠的手段可以去做應對 所以這邊要小心的是 外加的這個灰色跟青色 不要被傷到太多經濟喔 應該都還是能打的 但是我覺得立陶宛這個戰術還是打得不錯 好沒事沒事 立陶宛這邊直接 升裝甲 我開始往下走囉 有沒有 開始往下走 要給對手青色內加壓力了 那順帶一提喔 現在的黑森林版本喔 大家都是會去這個魚 湖上面去捕魚的喔 那這個湖有點遠 所以沒有捕 這個外加也是 現在沒時間喔 忽然現在在打這個裝甲塔 也沒有這個多位置之間 可以去出漁船 那通常都會像這樣子喔 像這個VV龍老師一樣 直接蓋個碼頭 開始捕魚 那裡面的魚算很少喔 補完魚之後可以下這個魚網 代替農田的概念喔 這樣你的村民喔 就可以去多挖木頭 還有這個黃金喔 你的村民就可以不用綁在 TC附近這種農田喔 經濟就會好上很多 那中國隊這邊細節都做得不錯 魚都是越補越多 而且魚都快吃晚了 經濟超級好 塞爾特這邊直接 馬上上到了這個城堡時代 但是對面的波蘭棒棒的 進入行進來 射箭場也蓋了下去 但是塞爾特人 早就要來上到了城堡時代了 城堡那個頭才上封建啊 看錯了 不好意思 是波士尼米亞台式啊 波士尼米亞還有一分鐘就上城堡了 好 那右側這邊 裝甲塔沒有繼續深入 下方這邊死接圍死 沒有再繼續深入喔 但是有一個圍牆 這邊是想要來隔離不列顛的概念嗎 哇靠他真的把不列顛給圍死 想要讓對手孤立無援 這個想法太狠了 中國立陶安這邊 進攻的相當的兇狠 而且這邊有細腳 用拉四隻村民去蓋箭塔 那四隻村民蓋五隻村民箭塔 有什麼差別呢 差別是蓋得比較快的問題 那五隻村民進箭塔的話 傷害是一樣的 跟四隻村民一樣 進去的一個傷害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我覺得四個人去蓋箭塔 是一件蠻好的事情 不會拉太多村 那這一村 再去旁邊圍家開稿 是也OK 然後也不會影響箭塔的傷害 OK 細節就是做得滿滿的 好 薩爾特人這邊拉幾村 想要來反制 那這邊小公有出 那我總覺得薩爾特有點被搞到的感覺 經濟其實有點差 並沒有辦法直接升到城堡時代 我覺得這邊直接跟他對出小公 就有點落入對手陷阱的感覺 我覺得也不應該這樣打 但好像不這樣打 好像也不行 因為勢必會變得很被動 哇 這邊工兵直接全部被收掉 後面村民也是第一時間 把對方的幫你給打掉 那這邊可能會死個一村 因為工兵殺害其實很高 欸 這邊有一隻殘血的村民 能跑掉嗎 剩兩滴血 好 這邊終於有黃金可以來挖了 下了這個採礦林地 那採礦林地一號 攻兵就可以繼續不斷了 那這邊應該會先按個幾隻毛兵做來防守 毛兵有在按嗎 有 有在按 這個不按毛兵的話他絕對會出死 肯定是要按的 然後這時候大家就會說 欸 為什麼這個薩爾特 這麼玩上城堡時代啊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有做這個漁船的捕魚動作 所以本身經濟來說 並不會非常的快速 就很上到城堡時代 而且他有出兵啊 如果不出兵的話這個石頭 一定是可以點的 而且他前面還有在圍加的關係 所以這個經濟本來說 就是不會那麼好 好 那普蘭這邊就去快攻 劍塔一次往外插 那這邊劍塔比較上市 直接插到了 中國 塞爾特這邊的一個漁船的位置 這邊漁船直接不能捕魚 直接很傷喔 好 偷偷回到這個地方 好 那不列典上到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一卡 直接出了一個頭車 但這邊鑽了步兵也直接殺到裡面 那這邊入行的方式非常好 那四隻村民 喔 三隻村民都在進塔裡面 好 那下方的一個城門 是直接被鎖住了 兩大城門然後再繼續圍 然後上方再繼續圍 哇 上下兩邊直接鎖死 不列典可能會很慘 這邊如果 橋段要趕快去拯救不列典的話 趕快照這個衝車喔 不出衝車或是投車的話 肯定會出事的 哇 這邊直接出戰船 有點扯 好 普蘭這邊就去升插 直接插到薩爾特兩塊金礦 哇 這邊很賺阿 薩爾特這邊經濟很慘 挖金礦村民一直被殺了喔 這邊趕快要把這個挖黃劍村民趕快補回去喔 好 這根劍塔看起來是 又在起來了 好 那這邊只能靠薩拉森拯救世界了嗎 那薩拉森經濟其實蠻好的 魚船一直有在補 還補到11燒 那這邊由於有這根劍塔的關係喔 這邊的魚船完全不能補魚 但是薩爾特人終於 終於有一點兵力可以反擊了 但是普蘭的劍塔真是很煩阿 哇 果子也吃不了 哇 薩爾特最慘 但是在內加的黃色 霍西米亞這邊經濟就是不錯了 三個碼頭也在補 那靠著外加立陶宛 騷擾著對方不列顛 也是騷擾到一處不錯的成績 好 那這邊還要按兩隻肉嗎 應該是要來靠這個頭車的 還有僧侶 那加里這邊補下了一個TC 不列顛開始把自己的經濟慢慢暫緩回來 好 左邊這邊 割得 割得 割得直接上城堡是要來打 生頭嗎 打生頭不好吧 打這個步兵不是更好嗎 哇 我覺得這個馬桶 標誌的玩家有點在讓對手 這邊是打騎士 騎士的話可能被招手 而且還有被戳爆的一個問題 如果這邊割得直接轉步兵 直接硬上TC的話 那可能薩爾特會直接被打爆 有可能 好 那這邊工兵直接回頭 沒有打算繼續深入波西米亞的陣地裡 因為家裡有出一台奴炮 這個奴炮就直接把最後給逼退了 好 那下方這邊 不列顛也慢慢有可以傳口氣的空間了 雖然下方隊友要來支援還是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立陶宛的這邊進攻開始在撤退了 充米也拉了回家 好 兵米也拉了再繼續深入的動作 反正是左邊這邊 其實賽爾特勒很慘 雖然算是內加 但是感覺他的內加變成外加在玩了 感覺像在打外加一樣 很慘 好 那這邊的漁網直接被射爆 哇 很虧 漁網也是跟一片農田沒什麼兩樣的 甚至比農田還好貴 我記得漁網是一個一百 一百目的樣子 農田只要六十目而已 哇靠哥德這邊直接五隻騎士吃掉了非常大量的村民 賽爾特勒這邊的數量村民越來越少 已經落後了一些村民 村民數只有四十五村 那外加的不列顛 剛剛經過了一波立陶宛的塔弓前壓之後 3TC也慢慢的補下了 經濟也開始穩住了 那待會立陶宛跟不列顛這邊 可能要打個弓兵開比較好 欸 這邊直接一個潛壓城堡 但是不列顛沒有任何的軍隊 後方騎士也沒法及時去幫忙 所以這個堡應該是蓋定啦 好 但是中國賽特這邊有點跨沒有呼吸了 兩台通路車直接開著 上方還有波蘭的奴兵 那我們之前也有說 波蘭打外加團戰奴兵是ok的 畢竟人家也是有拇指環跟強奴 雖然沒有三級遠方 但是已經夠用了 攻兵就是要攻擊力 不過我覺得波蘭打團戰外加還是比較強一點 那一家的話就有點稀有益而不足 尤其是這種 到了後期黃金無星的黑森林 波蘭的外加出攻兵還是比較強勢一點 好 那上方看起來 這邊也是穩穩在打 這邊已經在拖時間而已 那這邊要注意的是薩拉森人要出什麼兵 薩拉森這邊要出駱駝的話其實很難打 駱駝會害怕駝子車之外 會害怕撲爛的工兵 那這邊我覺得最好的打法是 騎士配駱駝 各配一些 不然直接上帝王時代打強奴也是可以的 因為薩拉森強奴也是蠻OK的 而且對建築物還有外傷害 所以薩拉森打強奴的路線 我是非常贊同的一件事情 好 那來看一下下方這邊 這邊提示直接開起來了 要來挖不列典的野金 這個太過分了 好 那不列典會做什麼樣的反擊呢 城堡會直接蓋這個位置嗎 還是要再想一下 好 城堡蓋起來之後 波蘭開始在提防薩拉森 但薩拉森已經快沒有呼吸了 雖然可以到城堡時代 但TC現在才已經開始補下 好 那波蘭這邊也是選擇 把波西米亞隔離住了 直接拉兩個大圍牆 這個是波蘭的喔 不是那個隊友賽爾特尾的 好 那這邊 哥德爾繼續進攻的方式 是出奇兵嗎 還是要開始專心農的呢 看起來家裡3TC開農 只有85吋而已喔 現在最農的是青色 青色現在已經有100多吋了 那立陶安城堡一蓋好之後 開始用自己的列提斯 去阻止對手的工程器喔 做一個進攻成門的動作 防守來說效果還是不錯的 好 那現在立陶安的主要使命喔 就是要給波西米亞更多的時間 只要撐到大後期喔 基本上勝利就是屬於中國的了 那這邊要怎麼撐到大後期喔 就是這跟這些外圍的外加喔 跟馬國就有一定的關聯喔 不能是太弱的馬國喔 太弱的話絕對是原法一打二的 那列提斯的話我相信是沒問題的 好 列提斯 一直被人家說很OP喔 可以無視人家的防禦力 造成真實傷害 好 但是列提斯也是會害怕長槍兵的喔 那青銀色這邊是條盾人喔 條盾人的槍兵防禦力又更高了一點 遠防直接0加4啊 很硬啊 那待會再把防禦點完之後 這個就會有點誇張囉 好 不列點這邊直接城堡對差 那後方有這個波西米亞的火炮開始在輸出 到了帝王時代之後 就有這個榴彈炮了 已經有帝王時代了 榴彈炮要好了 大概還差20秒 這邊20秒也好 波西米亞要怎麼擋得住呢 喔不是波西米亞 是這個不列娘怎麼擋得住呢 那邊城堡垮了之後 基本上就是一路暢通了 後面提斯也爆了 好 賽爾特這邊 最後一個城堡守得非常漂亮 最後敵人沒有再繼續深入追究這裡的殖民地喔 可是要來選擇上去攻擊嗎 欸沒有 這邊這個馬虎也蓋得很好欸 哇 這樣就可以讓漁船在安全地方 直接進行捕魚的動作 讓這些經濟再稍微好轉一些些 好 那左邊薩拉森 唱到帝王時代 頭子車開始砸了 那這邊轉的是火箱兵 有點出貨一繞之外啊 居然是火箱也不是強奴 賽爾拉森的話 出強奴也是不錯強的啊 好 沒關係 每個玩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好 那波西米亞終於出關了 到帝王時代榴彈炮還可以在炸 好 那這邊 城堡也是繼續往前推 地桃碗的列提斯 直接要再出來了 好 灰色 不列碟應該是沒救啦 這個城堡一起來之後 他要跑應該是不太可能了 原來下方喔 已經被 波蘭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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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的一個 撤退路線喔 但如果這個 防守 撤退路線直接 open的話 可能會對經濟打擊到非常嚴重 所以這邊瑞士可能在思考要怎麼拯救 不列顛喔 好 那左邊這邊看起來還是有點偏濃 那經濟狀況看起來有點慢慢回穩了 賽特人後面的伐木村民其實很多囉 好 那左邊的薩拉森 開始一步一腳印的插了出來 還有這個火炮在後面輸出 基本上巨頭現在沒有天蝶狀態 要怎麼打呢 那右邊有 左邊這邊有非常多的 流彈炮喔 要來守住一下 黃色的 喔 不是黃色喔 這個橘色 不是橘色啦 你在講什麼 哈哈 要來防守這個立陶宛 讓他有這個龍的空間喔 然後自己在做強攻 有點是內加打內加的一個狀況 但是現在 條件並沒有守藏優勢喔 現在流彈炮很明顯喔 是佔據上風的 那條件要打人 流彈炮的話 只能用這個肉碼 或者是用這個騎士打也是可以 但是基本經濟也是要好 好 流彈炮再砸了一波 唉唷 但是這邊 殺褲騎士有點稍微閃正的 好 好 哇 這邊 綠色 哥德爾直接再要來做寶 要來繼續施加壓力嗎 這邊點下了 躲牆的升級 奇怪 奇怪 條盾明明是要去 就捕獵點才對阿 阿怎麼變成點下了 城牆升級的人 這裡不是應該要大爆兵去 救一下右邊的隊友嗎 右邊這邊 這邊 狐獵點已經快沒有呼吸了 三台巨頭一直在砸 巨頭C能砸得掉嗎 好 那薩拉森這邊其實有點被侵入進去了 薩拉森這邊打火槍的戰術固然不錯 但是也是引來了一些社會問題阿 火槍兵有點難打 因為步兵跑得有點快 但是被射到還是很痛 各位隊能力有限 一定要數量夠多的時候才能打 好 最多城堡喔 巨頭C也在慘 右邊不列頂 城堡 最後一座城堡也掉了 長弓兵也不能出 那現在出什麼也不好打 村民想要繞跑也可能也不太可能 下面已經被大量的城堡跟提器重重包圍 好 直接再找來一座 好 貴雷兵最後的TC中午要爆了 好 但是薩拉森佳里的火槍兵中午殺出來了 第一眼簾看到的就是波蘭城堡 那賽爾特這邊居然還有呼吸耶 哇 哥德居然沒有第一時間去碾爆喔 碾爆那個誰 碾爆賽爾特人 居然給賽爾特人一線深入耶 我以為才會蓋巨頭開始砸 但哥德並沒有開始這樣做 好 這邊頂下哥德精銳升級 而且對手已經開始在出自己的劍勇 那條頓出劍勇 稍微可以擋下 破冰 擋下對方的冰喔 像這個級冰喔 但是遇到 榴彈砲的話 其實還是很難打 哇 直接死一片 好 這一波打下去 看很明顯知道對手的臭味在哪裡 欸 臭了 好 右邊直接蓋寶 但是補列典已經沒有TC 沒有任何的庇護所 村民直接拿拳套 開始上前敲城堡 這邊是補列典的最後希望 再跟城堡起來之後 補列典再也沒有任何安全的土地 可以跟做跟伐木了 好 回到下面這邊 波蘭雖然被入侵了 但是依舊靠近便宜的騎士喔 貴族特權騎士在守住前線 那這邊前線守住其實相當困難的 因為薩拉斯人已經有駱駝了 而且薩拉斯人駱駝是血量高達170滴血的駱駝 是全遊戲裡面的血量駱駝最多的文明 好 那波西米亞依舊在用自己的榴彈砲5尺 再換對方的冰 那剩下 只剩下一位玩家比較精銳喔 就是這個綠色喔 雖然綠色分數非常高分 但是他對於自己的 精銳來說好像不太了解 哇 波蘭 能打成住嗎 我怎麼覺得這哥德爾有點窮啊 哥德爾怎麼現在才開始在爆冰啊 他的冰到底是哪裡 45隻 喔 原來早就殺進來了啦 哎呀 不好意思啊 一直沒有Q到啊 我想說奇怪什麼 哥德爾衛隊一直沒有殺進來的感覺 原來早就已經打到波西米亞後方去了 但是波西米亞在這邊也是馬上按下這個城堡 也鎖死了自己家裡 所以只要再把家裡的內腕稍微解決掉 應該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好 榴彈砲依舊在這個宅口做輸出 好 這邊立陶宛 烈提斯也出來幫忙 好 這邊還是精銳烈提斯 但是烈提斯數量其實不夠多 但是打對方的專打步兵傷害還是很高 哇 直接被砍爆 哇 烈提斯太慘了 好 當然有第二波有立陶提斯出來 好 終於殲滅了中間 劍勇的一個大量的傷害 那下方波蘭這邊也快要守不住的感覺了 雖然還是有這個波蘭的騎士在助手 但是遇到火槍加上駱駝的組合 實在是很難打 好 這一波交戰看起來 火槍兵要開始嘗試甩槍 波蘭越來越多騎士過來 哥德衛隊沒有太多明顯的上去buff 因為已經被火槍兵射光光了 好 這個城堡騎起來的話 殺生就有機會可以扛住戰線了 直接 砍光光 好 駱駝這邊繼續輸出 哥德衛隊一樣在圍毆 但是下方烈提斯加上波希妙的榴彈炮已經深入到了青色條盾的家裡 條盾現在可以利用這個超高射程的城堡 使用射程的城堡可以做出一個應對 所以波希妙的榴彈炮就要小心了 雖然這個射程多一喔 是可以打到這個城堡的 但是只要往前再多走一格的話 就有可能會被城堡反殺喔 那這個就是條盾人城堡厲害的地方 那這個城堡馬上就消失了 太多巨頭跟榴彈炮直接把城堡給擠火掉 後方的火炮想要做反擊 但榴彈炮太廣了 哇靠 直接砸光 這邊兩台火炮直接被砸死 榴彈炮後面再砸了一發 哇 後面的火炮全部砸光 這就是波希妙 各位看到了嗎 這個團戰後期多麼強 哇靠 這個也爆了 好 那列體是立陶宛把前線的兵也派到左邊來幫忙 拓希妙家裡的經濟狀況 那這邊還有拓寬這個貿易線喔 直接把這個森林挖開 讓這個貿易線跑比較遠喔 貿易可以跑比較香 刺激帝國只要貿易線越長 獲得黃金就越多喔 好 那中國隊的川民術 開始要慢慢來反超瑞士隊 瑞士隊雖然川民術有14712村 但是這邊軍事上已經打不太贏 居然打出了GG 哇 左邊怎麼出來沒兵啊 哇 波蘭這邊兵剩下少量的22隻 而且已經少了一個隊友喔 不列顛 那不列顛這邊有趁經討難到中間來喔 但是腰腹果實在有點困難 有點站在了之前 條盾早就已經沒了呼吸 城堡TC全部被弄爆 火炮也打不贏對手榴彈炮 而且這邊列體師傷害非常高 可以無視對手的防禦力 那前線這邊打贏之外 立陶宛還在到處支援喔 所以造成完全對中國沒有這個破綻可以打 但我覺得哥德衛隊出來的時間有點慢耶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村民術太少的原因喔 我總覺得哥德有點窮 黃金有點少 黃金只有70幾 弱勢夠了 木頭太多 這裡經濟沒配好的感覺 哥德 哇 哥德的田太少了啦 難怪他這個哥德衛隊一直抱不出來大量忍龍的步兵單位喔 所以造成這個比賽喔 被中國拿下 好 那我們恭喜中國A隊進軍到了主賽事的部分 中國以3比0的姿態 擊敗了瑞士隊 我們來稍微看到經濟喔 看到經濟就知道這個哥德一定是很慘 哇靠 你肉只要2萬9 太少了啦 波西米亞都有3萬了對不對 哥德的肉不多一點的話 雖然兩個都不是有加肉文明喔 但是哥德你是吃步兵的 木材不需要這麼多的 肉多一點才對阿 這個經濟調配上可能出了一點問題喔 那破綻這邊肉量依舊誇張喔 像這個版本喔 是這個10%喔 大裝立即收成10%的肉量 所以肉量還是第一名 是很正常的 那到了下個版本呢 波蘭就會變成8%的一個收彩 這個食物採收量喔 就會比較稍微弱一點 那沒什麼意外喔 波西米亞大部分經濟是贏的 因為他在很早前期喔 就開下45TC喔 直接暴農一波 那賽爾特人這邊也是蠻膽戰激辛的 最後算是狗了下來喔 那也沒有打出賽爾特的這個強勢的打法 那我比較意外的是 薩爾森這邊打的還算不錯 火槍兵加上駱駝 就可以阻止對手波蘭喔 加上哥德爾衛隊的一個進攻 成功守住左邊的防線喔 基本上是1打2 然後再加上波西米亞少量單位喔 還有這個立陶宛的少量資源喔 成功守住喔 那右邊左右兩邊都守住的情況下喔 對手也是經不起這個折磨 直接打出了聚聚魚 好啦那我們這次的比賽講解就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再幫我下訂閱 那也別忘了記得按一下喜歡鍵喔 才可以讓更多人知道這個頻道 還有這些影片存在 好啦那我是Leo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拜拜